還好就咳嗽 咳嗽聽得出虛弱 于苑啟戴著黑色口罩 被檢查出直腸癌復發 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肝肺 昨天醫生就趕快要叫他進來 馬上就先做人工血管 就準備化癢 先化癢 于苑啟站在爸媽背後 看起來很堅強 但是媽媽李雅萍再也忍不住 他要照顧兩個 我不哭 不哭 不哭 我不哭 要哭了啦 還有兩個小孩他要照顧 你知道嗎 他不能用什麼事情 其實于苑啟身體出狀況 懷孕的時候就有徵兆 生產之前就一直咳嗽 一直咳嗽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很奇怪 看了很多醫生 然後也不會好 後來他生產完 我跟醫生講說 是不是要把它檢查一下 為什麼咳那麼久 他自己還說 醫生講 這個 女人懷孕的時候就經常會咳嗽 這個 生產完就會好 2017年開始 因為懷孕沒有好好檢查 現在癌細胞已經擴散 寶寶剛出生 因為心事中隔缺損 需要開刀 自己身體也亮紅燈 在於月起堅強面對治療 希望能集氣早日抗復 三立熊黃新的光輸 SNG台北老